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17號 我們現在在拍課程的某些單元 然後我們做一半了 如何?好玩嗎? 好玩啊 很累 我每次做課程大概都這樣 反正就是你要把所有東西就放在 心思都放在這一塊 然後你就只能做這件事情 其他事情不太能做 但你還有在接案 對 所以你是穿插著在做這件事情 但課程內容是你想像的樣子嗎? 邊做會邊有調整 好像是齁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做下去 自己會狂去做一些功課 再次學習的感覺 對啊每次都是這樣 不是因為我們教課 我們會有一些想法 但我是這樣 我會去再次去印證我的想法 是可以講出來的 沒錯 對因為我們聊天是一回事 但我現在 我們現在是在教學的時候 我要確定我講出來這個話 適不適合學生聽 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的課程內容很多都不是很絕對的東西 對 我們沒有要教你一個很絕對的東西 對 所以都是我們自己的經驗跟想法 對 那些東西我們在講出來之前 就會一直反覆的去確認 我這樣講是OK的嗎 會不會誤人之地 有沒有什麼bug 對對對 我課程至少我的單元是這樣 我很少有一個定案 就是說你要這樣 對對對 它是創作是開放性的 沒錯沒錯 如果我們 讓跟學生說你必須要這樣 甚至是你跟學生說你的音樂是30% 音樂就絕對是最重要 對 如果你是跟學生說你的音樂30%就好 你的影片70% 那個數字是拿來的 對 對 就是這種東西 一人而異嘛 那也許有些人做法不一樣 它就創造出不一樣的感覺 對 所以我在這套課程裡面最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我覺得 對 對我而言 對 我自己習慣 就會我會先預設好 這是我的想法 那你聽聽看 你聽聽看 對對對 我會先保護自己 好 那我覺得一路做下來 其實如果你現在 是有上前面兩套課程的朋友 也大概知道課程是什麼樣的調性 因為我們的觀念就是這樣 我們從來不會把東西講死 因為講死 它就真的死了 沒錯沒錯 對創作是不能死的 那我覺得 在做這套課程 會取這個名字 第一 就是 比較吸引人 沒有人這樣教 但我們很有信心 真的沒有人會這樣教 我不知道欸 如果你們有看到在跟我們說 有人這樣教嗎 因為 線上外面的課程就在教 軟體怎麼用 應該說要教軟體怎麼用 功能要怎麼用 對很簡單 很簡單 它是一個很絕對的東西 對 學生都可以來教 因為它就是 你按這個哈記是這個 按那個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教的東西 都不是 YouTube上面找得到的 對 或是線上找得到的 對 甚至是說 我們可能可以跟你介紹說 剪接啊 影片的風格有哪幾種 但是 你什麼時候要怎麼樣用 我們也不會跟你講 但我們會 有點像是一把鑰匙吧 我就是一直開那個門 打開讓你看 你要跨進去還是不要跨進去 還是你要跨進去之後再怎麼延伸 那 才是最重要的 跟你聽了之後 你可以吸收到多少 對 因為我自己在拍課程我也會很擔心 有時候我自己拍完自己看 我會擔心學生聽不聽得懂 看不看得懂 對 但我又很不想要用很 具象化的方式 沒錯 一定是這樣 對 對 但有點像那個 我覺得拍片也是 跳舞也是 就是我們先 我先用一個比較數字來說 我接觸一年 跟接觸三年 跟接觸六年的人 來看 也許不同 但我不代表 接觸六年的 聽到的就比較深還是怎樣 因為有些人第一年 他就有一個很 很厲害的開放性的想法 對 他可能 新手一開始就 sense 特別好 然後他接觸到一些 資訊的時候其實是幫助他的 那假設今天 大家是影響工作者 然後你就發現 我拍了很多案子 小案子 大案子 然後我怎麼拍就是一個 SOP 然後好像 做不出什麼 什麼東西 那 是否在這堂課 你可以 從中發覺到什麼 你 沒有發現的事情 也許可以開啟你 不曾去動過的那一塊 對 對 很多接案的人 其實接到後來會 會比較職業倦怠一點 對 會陷入一個SOP的 對 那你可能 也許啦 就是工作嘛 要賺錢 但是你從中怎麼樣 在自己在工作中 還可以得到樂趣 我覺得這好像也是因為 因為你後來 比較 拍的比較多都是自媒體 對 其實你就是想拍什麼你就拍什麼 對 你去滑雪去幹嘛 對 然後我這邊的案子 我也比較多是MV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其實 有些學生可能本來就是有很多想法的 對 然後也許你可以藉由這堂課去跟驗證你的想法 對對對 對 你會 你腦袋可能有一些 一些感受是跟我們一樣的 嗯 但你可能還不確定 可能里程數還不夠 嗯 對 但是你也許 所以我在課程介紹來說 這是一個 呃 有像是 強心針 對 也許你聽到跟 我們跟你某部分是同樣的 嗯 你才更有信心說 哦 我可以這樣做 對 我片子可以這樣拍 我片子可以這樣剪 對 那我覺得 課程裡面 我是把 我們有講到很多啦 那 可能大家進課程裡面看 我們講到我們的個性的不同 嗯 就簡直片子不同 沒錯 對 那個節奏跟Flo到底是怎麼抓 有很多想像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張傑二 講很多 張傑可以反覆一直看 那我們目前做到張傑三 剩下四跟五 嗯 這個月要去拍 外拍嘛 對 一 一是初級嗎 第一張傑好像都是你 對 為主 第一張傑其實重點就是篩選 篩選跟排序 哦 這個蠻重要的 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們這道課程應該最大的賣點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要講其他功能 對 就是講那把剪刀而已 對 那把剪刀其實 就會是我第一個張傑講篩選跟排序 只要你篩選 你知道怎麼挑好的素材 你知道要用什麼樣的順序去排列你的素材 對 其實篩選跟排序只要做好 嗯嗯 基本上影片就會好看 嗯 第一張重點是這個 篩選跟排序 對看什麼狀況 因為你的篩選排序可能是工作 所以你的素材是多的 嗯 但我有時候 然後我有時候是 一 一天的real 其實只有五顆鏡頭 六顆鏡頭 其實 反而篩選跟排序這時候也很重要 對 因為你的素材量很少 很單純 對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概念的話 你剪出來可能他就會真的是一支就是Vlog 或者是內容 你知道現在很多手機他會自己幫你剪影片 嗯 幫你選配樂 對 剪出來就會長那個樣子 對 然後大家有時候看 看愛德可爾片子短片或長片 可能 他們不知不覺就 就看完了 對啊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很酷 我也想要這樣剪 但是他不知道裡面 涵蓋了多少想法在裡面 沒錯沒錯 但對我來說那些想法 不是用力去想出來的 沒錯沒錯 也不是絞盡腦汁或是幹嘛 他就是自然發生的 是因為我對這些東西 已經有很多想法 所以我在 有可能在拍的時候 在剪的時候 就 欸我好像可以這樣搞 那是一個很理所單 理所當然就發生 應該要這樣 對但我們也會聊到 他我們不是第一天就這樣子 我們畢竟拍片超過十年 沒錯沒錯 對我們也是從這樣到這樣 到這樣到這樣 到這樣 對 那個都都會需要 但是不過我們裡面講很多東西 我覺得最酷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都覺得 剪接有許多功能 但我們從頭到尾就在講一把剪刀 你就是那個trim 因為其他功能真的也用不到啊 對 你說dissolve 我們很少會用dissolve嗎 就是那種功能其實就是 大家都可以用 我們也可以用 你要用也可以用 那沒有也沒有好跟不好 所以我們在聊的就是那把剪刀 因為我們在聊 pacing timing 節奏 哪裡長一點 哪裡短一點 這裡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裡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跟音樂 我其實常常都會跟人家說 就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特效嘛 轉場特效或幹嘛的 很炫的那種東西 但是你想一下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就算你今天看的是動作片 譬如說你看復仇者聯盟 你會在裡面看到很酷炫的轉場嗎 其實不會嗎 可能會有很酷的轉場 是經過巧思運進 再加什麼樣的剪接去達成 就是可能是那個拍攝難度很高 或者是他的剪接的方法 但你不會看到卡跟卡之間用了一個 很帥的轉場 或是那個什麼 是那個畫面破壞 或是噪點去轉過去 所以其實那些功能 我們很少教 我們不會去教的原因是 我們也真的不會用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說實在 除了那把剪刀之外 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音樂調小聲 因為這裡拉大聲一點點 這裡有音樂 那裡美音樂 也全部就是一把剪刀 跟那個 你按那個OUT鍵 然後把它拉小聲 射解點 就這樣 射解點這個大小聲 你Google 如何讓音樂變小聲 簡介 就是那些外面有教的 我們都不會教 因為我們不會把我們的loading 放在 因為我們的課程 就是這麼長 那我不需要把那個 別人都會教的東西 放在找課程裡面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是 當你有一天你想要做這件事 但你還不會 對 你就會去找 對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一路走來 對 對 我的Premiere也是看 那年代也是看Youtube自己 對 我們 因為我們不是本科系 我們全部都自己學 所以 就是一路這樣 一路這樣排下來 這是第一章節 第一章節就可以 其實課程裡面很多 然後第二章節 我們把影片 會發生的事情 把它歸類成很多重要的觀念 對 跟技巧 對 這時候就會講到技巧 這個時候就把它拆成九個 我們好像是拆成九個單元 本來好像沒那麼多 對 因為我好像是我那邊 我的pacing跟timing pacing跟timing 就是時間點跟步調 這東西 我發現 我沒辦法在一個單元講完 我又拆了一個 然後後來我又再拆了一個 本來大概一半一半 我變成好像有五個還六個單元 但我覺得 裡面都蠻重要 然後跟以往的課程一樣 盡可能的我們會把我們的剪接 直接做在片子裡面 所以包含我們的課程 其實也是有一些剪接概念 為什麼我片頭這樣子 然後再講 然後片尾怎麼樣收尾 其實 就在跟你們講一支片 應該怎麼去表現 對 章節二就是 我覺得蠻多是蠻進階的東西 所以我那個一之三的時候 會跟大家說就是 不要急著進到第二章 而且光是第一章 篩選跟排序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練習 對 那一旦進到第二章 你可能會突然發現東西會變難 有些東西會開始停不動 那是正常的 對 但是的確第二章有太多是 我覺得比較進階的東西 但他又是很必須 必須要知道的觀念 可能你從來沒有接觸過 因為的確那個在外面也比較學不到 應該沒有人講吧 應該真的沒有 然後可能我的 我們兩個教課風格會不太一樣 那你進到我這邊 你可能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初學也可以聽 我進階也可以聽 就是你好像也沒有聽不懂 但是我們主要好像就是要讓你知道有這件事情 對 所以你後面比較知道你可以怎麼做 沒錯 對因為好假設我們今天學創作要 要繞這麼大一圈 然後才可以到這裡 我們等於是直接把東西跟你講 所以你可以把 往一個比較漂亮的方向繼續前進 應該是這樣吧 對因為沒有人要跟你講這些 或是也沒有人願意跟你講這些 對 這些是一些很寶貴的想法 沒錯 對有些人可能 因為這些真的都是我們自身 經歷跟經驗去學到的東西 對然後我想要分享的東西 不是說 因為有這個技術所以我給你分享 而是我發自內心覺得這東西有多重要 所以我分享這件事情 對 出發點不太一樣 對大家可以聽聽看 我記得你做章節2的前面 我第一單元看到想 幹這邊是不是太複雜了一點 對 所以你又突然再拆了一個單元 你拆了兩個單元 你拆了一個單元出來 而且我2-1重拍過 對 我第一次講的更複雜 對 第一次剪完我自己看 我都沒有自信學生可以看得到 對 所以但是 但是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2-1前面的頭先給滿 對 然後我等於是我這邊 再用一個觀念的方法 去把這些東西 全部拆出來 然後我們最後再做一個統整給你 這也不簡單 其實 我的東西比較抽象 對 但是我等於是 就是真的是開一個鑰匙給大家 對 我覺得那已經是 如果你真的聽不懂 對 那表示 你真的沒有還沒有接觸過這一塊 對 所以你認知中的簡潔 其實還是很 我懂 我懂 所以我就會又回到剛剛 就是說 你這個收聽 這個收聽 每個timing聽的感受會不一樣的 所以這套課程也許 對有些人來說 一聽就中 有些人會第一次聽 欸蠻酷的 但是你過一年再回來聽 你又有新的想法 也許 也許說不定 對 然後張傑三 張傑三我們在聊音樂 聊音樂 對 我們再拉回來音樂跟 我覺得有趣的是 是之前的學生講 他們是學電影的 他說他們老師不准他們講律動 不准他們用 因為電影學 他是一個學術 對 他們就是說 他們不喜歡用律動去 他們覺得很抽象 但是 有趣的是他就說 可是 老師最後畫出來一條線 跟我畫的線一模一樣 嗯 那個線 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也2024樓 大家看到這堂課的時候 可能是要25年了 對 其實現在的影片本來就很多元 對 裡面我們 我以前一直講三段式故事法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架構 但 你20秒短片有辦法三段式嗎 沒有不行 但是 不一定有機會 所以其實現在的表現方式很多元 所以我們這一套課程 不會把 那麼 那麼 背絲的那種基礎觀念 拉出來講 而是在講 一個流動 一個感受 一個flow 就是 groove and flow 這個在第五章節 我還在想 我要怎麼講這件事情 但是 他是一個感受性 至少 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是會一直被你帶著走的 對 那你要怎麼帶著走 帶著走並不代表說 我簡介很密集就會被帶著 因為會疲乏 對 你哪裡用一顆長鏡頭 大家會覺得 欸 然後突然怎麼樣 突然怎麼樣 對 蠻有趣的 我覺得你剛剛講 就你跟那個教授的想法不同 但是最後結果是一樣 結果是一樣的 其實 其實 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觸就是 不管攝影師也好 剪接師也好 對 你應該 不會只有一種攝影師 跟一種剪接師 有些人擅長拍運動 對 有些人擅長拍比較近 對 人像什麼的 應該要做一個分類 對 所以包含像我剪接我的強項是 有節奏 快節奏 有音樂性的 那個就會是我的強項 對 但你要我去剪戲劇 旁白比較多的 對 那可能就不會是我的強項 OK 所以其實 這樣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應該去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你一定會有你非常擅長的東西 對 那如果你一直以來沒有去摸索 你到底自己喜歡哪一種 適合哪一種 你覺得你自己是全能 我什麼都會剪的時候 搞不好表示 你沒有一個特別擅長的地方在 對 但不代表說 你現在是 就是假設阿萱現在是比較節奏 不代表說 他不能慢慢從節奏轉換到另外一個模式 因為像我 就是我是節奏起家的嘛 起頭 因為那個五第二五第三年代 沒有人這樣子剪片 因為那時候不是大片子就是很小 那很小那個區塊大家就 大部分都是荤色或是剛接觸的 但那時候也還沒有跳舞人出來拍片 所以那時候剪出來的片子他就覺得很靠北 怎麼可以節奏滿成這樣子 對但我雖然是這樣起頭 但我其實現在看的節奏跟以前看的節奏又不一樣 對 對我現在反而是沒有配樂的剪接 又像電影 又像戲劇 人走路草聲風聲 那個節奏又帶到想像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看以前剪的片子會有點尬 就是現在剪不出以前的樣子 但是不代表我不欣賞以前的樣子 那個是一個很pure的技術 只是你會覺得有點小尷尬 就是哎呦怎麼會想要這樣 陰陰的 有點害羞 對對對 太直白的 啊太直白 太直白 但是要勇敢接受每個階段的自己 對 對 蠻酷的啊 好啦 課程東西有很多 那我們接下來坐下去 四跟五會怎麼樣做我們也還不知道 但是現在勇之其 大家有興趣就 嗯 我們課堂上見啦 嗯哼 拜拜 拜拜 也就是說剪接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人的心態狀態 一個創作者的狀態 絕對不會是軟體的short card 軟體的特效 軟體的數據 剪接是你在敘述一件事情 了現一個mood或是一個感受 你需要的只是那個trip的功能 那把剪刀 你將擁有無限可能 好我將回放這個單元的片頭 大家請注意看畫面跟音樂的融合 你看到哪些細節呢 韓寧跳舞的樣子 第二顆鏡頭它跳了一下 是搭在音樂上的 然後我親可樂的畫面是在牌子上 接了一個滑雪的動作 那個是樂器的一個flow 然後可樂的轉身 接著我跳舞 一個音樂聲搭配黑畫面 回到韓寧的眼神 畫面稍微睜眼閉起眼睛 肩膀動了一點點 這一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